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3月20日凌晨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注定是一个无比忙碌的周末 因为在这个周末 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 首先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瑞英集团同意用2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瑞士信贷 并且瑞士政府准备修改法律 绕开瑞英集团股东投票的环节 来完成瑞英集团对瑞士信贷的收购 并且瑞士政府希望这次收购 可以在星期一完成 同时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为了顺利完成收购 瑞士央行将向瑞英集团 提供高达10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来帮助瑞英集团 顺利承接瑞士信贷现有的业务 对于这几个消息 我们注意到 20亿美元的报价 折算成瑞士信贷股价的话 相当于每股只有0.5瑞士法郎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 星期五瑞士信贷 1.86瑞士法郎的收盘价 其次 为了促成这次收购 瑞士政府竟然采用如此激进的措施 但是换个角度看 这些事情也足以表明 现在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 这是瑞士信贷这边 我们再来看看巴菲特这边 根据彭博社报道 巴菲特最近几天 一直在与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保持联系 因为拜登政府希望 拥有1280亿美元现金的巴菲特 可以像2008年那样进场就是 另外 有报道称星期六下午 至少有超过20架私人飞机 降落在了奥马哈机场 根据这些私人飞机的飞行记录 这些私人飞机搭载的 应该是来自华盛顿的政府官员 以及一些来自地区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 这让市场产生一个好奇 难道巴菲特后面会提出一项 拯救区域银行的协议 市场之所以会如此好奇 一方面是因为巴菲特现在手上有足够多的现金 另一方面以巴菲特目前的投资地位 假如他出手的话 也确实能够让市场对陷入困境的银行恢复信心 再来我们看看率先倒闭的硅谷银行 根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3月10日接管硅谷银行后 因为一直无法为硅谷银行找到买家 所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目前准备将硅谷银行拆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出售 并且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希望相关的招投标工作 可以在这个星期全部完成 面对如此众多的消息 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两点 第一银行系统目前的情况 可能远比市场预计的更加糟糕 第二如此多的消息 只会进一步增加市场猜测 美联储3月份是否加息的难度 那以上这些就是这个周末的消息 至于星期一这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